安基老板说不欠我钱 他算个屁的老板啊 工具人罢了 而且 法院都承认欠薪了 但是他妈不是恶意欠薪 我也不知道这个欠薪这个东西还能不能恶意欠薪吗 真的 我头一次听说欠薪这个东西 没有恶意欠薪 真的 没办法 别人老巢确实真的没办法 以后我也去开家公司 然后我不给员工钱 然后说我不是恶意要拖欠他的 就是善意的行为 这是一个怕 怕员工 他妈炒股把钱花光了 善意拖欠 我给你的爱情这些人真是买的你说不大米亚平安 用写凌文字更下来永远那一封花天 还有就就就我在这里打个文本吧 我看一下我新建个文本 好好说一下这个事 文本文档 就就有人说我为什么不告虎牙 我为什么要告虎牙呢 所有的工资都是直接打给RNG 哦不打给经纪公司 然后才打给我 虎牙 钱已给清 有人说我直播没达到这个标准 所以不发我工资 我的诉求里面 从来没有要过不达标的钱 全是虎牙已经支付了的 我没达标的钱 虎牙是不会给的 你知道吧 我也不会去要这个钱 就我要指示他的 他们的就是这个要的指示 达标了的钱 懂吧 这个应该很清楚了吧 这个也很清楚了 然后他们现在还要我赔 就是起 然后现在 在欠薪的情况下 还要反起诉我 要我赔偿5000W 懂不懂 这个 这个够够清晰吧 我要变牛半翼了 前有左半翼 我只能说他们想钱想风了 现有牛半翼 欠薪这个东西 有 善意拖欠 真的 善意拖欠 就 他不是恶意拖欠 呵呵 真的呀 法官的判决书里面很 很明说的呀 就说他们不是恶意拖欠呀 所以 所以我的诉求不成效 我不知道什么情况 就 反正 可惜 欠我多少 三百多吧 三百 是不是有不达标就会扣钱的那个 没有啊 不是 我是按月拉工资的呀 哪有什么不达标要扣我钱 这一说的 只能说我这个没办法 平民老百姓 搞不够很正常 起诉我的理由是什么 我跟你们说一条最滑稽的 我他妈去年不是参加了个全明星吗 就 跟 水晶哥 跟水晶哥 还有谁来着 水晶哥 上路是 中路西夜 上路谁啊 就那个活动 就他就他就他起诉我这一条关键还有那条就是我参加这个全明星 都都都都被写在里面了哈哈 这个怎么说呢也相当于算是既然别人直播回应这个东西我也直播回应一下本来是真的不想在直播间说这些的 你妈 拍个工具人出来说些这个我也只能说点呀 后面还需要吗肯定得要啊 你妈打不过也得继续打呀这个 这我一神败诉就是因为说是这个不是恶意拖欠啊没办法 真的这个以后我也开公司他妈去这么搞啊不过我我不行啊我是他妈拼命老百姓 没用 我爱过你 说什么时候给了没有啊完全没有 遥遥无期 是他好歹也要再把我这三百多万还清的前提下 再来起诉我吧你妈的还欠着我钱呢 还妈还反应要我陪他五千万 你妈去抢银行也没有这么抢的吧 所以说我为什么说我的卡被动了就是因为这个人被起诉了 你所以我没有什么时候冲啊 你怎么搞啊 你本身就不许有那么正好 你怎么办啊 你怎么办啊 你怎么办啊